宁波的张女士反映,她坐了一趟公交车,裤子就褪色了,如果让人看到,还挺丢人的。 这条裤子后面有片红色的点状印记,像是褪色了。 裤子是张女士1月3号在宁波银汉百货东门店买的,原价1999元,折扣后是1393元。 张女士是一位护士,每天上下班都要换白大褂。 张女士是从V22路公交车始发站上的车,店家怀疑是张女士的裤子沾到了某种消毒水,说是店员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。 店家说有个店员去理发时,座位上有消毒水,然后就把黄色牛仔裤弄褪色了。 顾客自己也说了,他去坐公交车以后发现了这个问题。 就是,对吧,那所以说因为公交车在2月份的时候,正好疫情之间它是大面积消毒的。 那么就像我们一样的,就是碰过以后,它就是白白的有一点点的。 那这在说它是羊毛成分的。 现场张女士又换上了这条黑色裤子。 您再说一下,再说一下。 这条裤子的品牌叫拉纳菲,主要成分是36.8%的沾纤和34.8%的绵羊毛。 店家出示了检测报告,其中耐摩擦色劳度显示符合标准。 你当时还有些衣服也掉色了,那裤子也掉色了。 那为什么你会来找裤子的问题,不去找衣服? 衣服还好,衣服一点点,衣服因为就是背伤,就背伤了。 那你说疫情期间人家也都在坐公交车,也都在烹煞消毒气。 那为什么人家没有,就他有呢? 我穿了各地的裤子,还有他们瑜伽的裤子都好好的。 一点色也没有,也是黑色的。 他这个是含有羊毛灭料的,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的这条裤子是什么灭料, 或他们的那条裤子是什么灭料的。 那灭料的性质不一样,那导致包括他的死敌方向什么都会发生变化。 羊毛的这么贵的1900多的还不能坐公交车, 那我去那边,中库里面去放着。 工作人员表示,如果张女士还是不认可的话,建议去做检测。 考虑到可能要做破坏性试验,工作人员特意又拿出了一条新裤子。 新的这条让张女士以900块钱的价格买走,张女士没同意。 1818黄金也接着报道。 不过后来张女士反馈和店家已经谈妥了。